我相信二老婆这个婚礼啊 都是一种空洞全国的状态 对不对 对 他们那个婚礼 蛮新潮的当时啊 现在都新潮 他们那个婚礼是在北京的 欧美同学会举行的 鸡尾酒会 鸡尾酒会 那是哪一年 1951年 哦 那很洋气 对呀 去了好多人 而且吧 就是什么人都有 爸爸这边都是 比如大文学家呀 艺术家呀 电影明星啊 那个郭沫若先生啊 什么这个赵丹 黄宗英啊 音乐家们啊 都是一等一的艺术家 对对对 一等一的 妈妈这边呢 有很多民间艺人 就是天桥的 天桥的老伙伴 各种伙伴就都来了 包括侯宝林的什么的 侯宝林先生也来 猜猜婚礼也来了 你说他侯宝林 我看到过有一篇报道 说当年侯宝林先生 竟然带着一群人 每人捧着一次大公鸡 去喝喜酒 有个事吗 这有 为什么呢 妈妈跟我讲的 不知道什么是鸡尾酒会呀 鸡尾酒会怎么回事呢 这是对动脑子想啊 旋的万天 旋的估计有两三天吧 那时候又没有搜索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与鸡尾酒会 鸡尾酒会 这叫鸡尾酒会 排着队艺人报纸机过来的 你妈妈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请周总理也来参加呢 有一位周总理呢 他在重庆时期 就和我爸爸有交往 我爸爸的这个风雪夜归人呢 他是一个真的是超级粉丝 他看过七次 七八次我爸爸的这个话剧 所以他跟我爸爸很熟悉 那么结婚时期呢 他也知道 新凤霞和吴祖光要结合了 很高兴 早就电话就祝贺过 那么当时呢 就希望他表示过 想来参加我父母的这个婚礼 但是后来没有来 主要原因是人太多 保卫部门就建议说 总理先别来了 因为这人太多了 乌泱乌泱的 到时候怕引起什么各种混乱了 之后来总理一来了 好大家更乌泱乌泱了 这还了得 到时候场面失控怎么办 就劝总理不要来了 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 这样沟通 后来总理是送了一对 漂亮的瓶子 也表示了他的祝贺 祝福 而且说好 我们今天就不来了 但是呢 再过几天 我请你们两个人 到中南海来吃饭 我们一定要见一起 晚年 青先生啊 他好像生了病 唱不了戏了 唱不了戏 他就好像是作画了 对对对 我妈妈是 当他 可能是二十几岁 是刚跟我爸爸结婚之后啊 就认识了 齐白石老先生 齐白石老先生呢 看到我妈妈也非常喜爱 当时年龄可能得有个八十多岁 八十多 八十多岁了 然后呢 就一定要认我妈妈做干女儿 然后妈妈就跪着地 磕头就喊干爹了 这样的话呢 他还不停地 经常会跟我爸爸打电话 说你叫凤霞到我这来 我要教他画画 我妈妈亲口跟我说 这齐白老啊 让我去他家 他是真教我 到了那以后 画案上已经摆好了 纸铺好了 这个各种色彩都调好了 各种笔都摆好了 教我画画 我妈妈说 我一个唱一戏的 让我使劲地画画 你说我这能画得好吗 但是人家齐白老是干爹 你一定要学学画画 他说我就开始画呀 我硬着头皮就画了 我就画了 学了很多学课 就绘画了 绘画之后 等到他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后来在 当时是年龄 才50岁左右的时候 半身不随 脑血栓 那你想50岁的女人 还好漂亮 很年轻的样子 他这时候拿起了画笔 而且拿起了笔 写字的笔 双管齐下 成功的画家 成功的作家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又说到潜力 人身上是有潜力的 无穷无尽的 他可能如果是 一直在舞台上的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能画画 他也不知道 他能变成作家